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港台專訪時表示 有些人總是喜歡將本港的年輕人和政府擺在對立面 描繪做年輕人和政府的距離很遠 或政府很不了解年輕人 當局希望將這種誤解修復 會透過不同的方法接觸不同的年輕人 提供機會和平台讓他們發揮所長 對於近年有不少年輕人移民麥美娟表示 無論他們去到哪個地方都是流著中國人的血 而留在香港的年輕人 未來將會有更好的發展機遇 特別是見到國家發展和對香港青年的重視 相信未來大有機會 麥美娟又說今年年底會公佈青年發展藍圖 將涵蓋七個範疇 包括加強青年人的國家觀念 民族自豪感和法治意識 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 提供優質教育 拓展就業和創業機遇 協助青年向上流動 回應青年住屋和置業需要 增強主人翁意識 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和培育青年全人發展 建立正向思維 未來的一段時間 更新的新的歷史 變成全世界